乾杯 今餐, 光盤行動 一點也沒有浪費食物 說起來, 多少錢? 不如我們先上班吧 不用上班了, 今餐我請大家就行了 有什麼理由你來請?我來請 不行…你的獎單是我來 我來, 今次我來… 行了…不用請了…我來請就行了 我這麼久沒見我們倆 不過, 我賣單很應該而已 而且, 單單在我手機上下 我賣單哪有這麼多優惠 還有優惠? 也便宜 真是好東西打到折 什麼程式? 很多好東西 就問這個程式 裡面有幾百間美食 每間都打到骨折 這麼順利嗎? 快點下吧, 好啊… Hokin應該由五點多時才出門 怎麼四點多又不見人了? 他說在出差地請朋友吃飯 提前訂造那班高鐵 臭小子, 請朋友吃飯這麼緊張 欠我一頓, 一點都不上心 就是了 上次樓梯壞了, 說好了一起做 他自己做的時候就出去了 然後留下你一個人在做 做好了, 他又說請你吃飯 那頓飯呢? 那就是說那一頓 欠了一整個月, 提也沒提過 算了, 我想你吃不到這頓飯 待會下班就不停 自己就去買一碗賴粉 誰叫人賴貓 天佑 是呀, 我問你 你還記不記得自己欠了 姑丈哥的那頓飯嗎? 弄樓梯那次 是呀, 你現在才記得嗎? 又不是 姑丈哥是怪自己不好意思向你提 但他會覺得你做人無口齒 你明白嗎 真是個大頭客 放心吧, 我幫你搞定 好吧, 再見 剛剛下載了一個便宜、美麗的APP 請人家吃飯濕濕水吧 哪家奶粉很棒, 要很久選擇 不要吃奶粉了 我請你們吃飯 天佑剛剛給我電話 說還欠你們一頓飯 叫我趕快過來請你們吃飯 我先接位工作電話 對了, 定位已經發了給你們 今晚見 你發了定位嗎?又有飯吃嗎 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看, 我知道了, 肯定是大排檔 不是… 這次你錯了 甚麼? 一看就知道不是大排檔 這家店有些檔子 我點的就是這四個人的套餐 但就我們三個人吃 如果吃不完, 你們打包回去吧 好… 我真的猜不到 我原本以為是吃大排檔 來到這裡, 原來是這麼高級的酒樓 不是, 天佑是說請我們吃飯 就是一千八百 猜不到一次過吃這麼高級的東西 這頓飯看罷了也超過一千 他們倆肯定猜不到 我有很多省錢的方法 三分之一的價錢才能吃得到 不如真是不怕你說笑了 飛雅, 我們兩個出門前 阿蓮有欣賞到說 你知道的, 烤鐵餐廳 一向都是獨叔習慣的 但如果他請不及千分的話 我們要他請多幾餐 我們兩個還以為可以多吃兩餐 這麼擔心做甚麼?這餐這麼貴 對, 一餐夠了, 飛雅, 一餐夠了 幸好他們以為這餐就吃夠了 不用多浪費時間 再陪他們吃多一餐 一於就讓他們覺得這餐值多少 我就說了多少 是要一個千元為價 不過這個數目沒甚麼所謂 怎麼了? 我這個餐牌這麼利 我給我吃 飛雅, 你現在開始用這個牌子的護膚品 是呀, 這個是鑽鑽鑽 很香 你看, 這個護膚品很貴 國際一線大牌子 我平時買都一枝一枝買 捨不得一套一套買 這個羅飛雅一套摺著一套 你說, 我平時都有跟他交流護膚心得 我知道他很節儉, 為何甚至不變得這麼奇怪 你說開又說 我記得有一次, 無意中 聽到他跟他媽媽談電話 甚麼? 說甚麼請人吃飯 人均消費都不會超過一百元 除非就收到錢 或者是找人家好處 慢著 收到錢一定就不成立了 只得找人家好處 那他可以找誰好處呢? 是呀 他自己開了一間外國人服務公司 自己做生意 沒理由自己找自己好處 那些人不成立 所以只能夠找家人好處 找他婆婆蘇苗善的好處 但沒理由 阿善這份人出了名字 很殘餘、很精明 所以一定不是蘇苗善 怎麼了? 這樣想起來, 如果找家人好處 只得… 我們? 你說我們晚上回來 特地為了查將捉飛行的痛腳 萬一如果他是清白的 我們豈不是有小人之心? 公子此言差異 你想想, 我們兩夫妻 他們兩夫妻, 是不是? 搭檔一起做生意做這麼久 我們現在心裡要思議別人 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但你想想, 羅菲眼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洗錢會不會像我高雄 這樣戴手、戴腳?不會的 突然突然馬上調筋 千多元請我們吃飯 千多元買化妝品 你不猜到整件事就很令人懷疑嗎? 對, 防人之心百可無 當然了, 你看這麼久 你到底看出了什麼名堂? 過去看不好 剛才看到有一宗 什麼? 沒有原始憑證號碼紀錄 哪一宗? 一百元齊頭數 我很想起了 這一宗應該上次來一個公司搞團結 然後總共應該收他們2200元 不是, 2280元 沒錯, 2280元 最後就入了100元 那就是還有2180… 我查一下表 我查一下 那天原始是天憂, 但天憂有應酬 找了飛眼來頂替他 所以羅飛眼頂替康天憂 當時剛好這個公司來了 然後他收了2200元 但給了店舖一塊錢 他自己代了2100元 現在已經明白了 不是吧? 是 我真的自己人, 用不著搞這種事? 這次我們發現過一次 之前呢?以後呢?怎麼辦? 那也要想辦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方式方法 就是適時寧人, 暫且割止 再找時機, 秋後算帳 就是要想到一個方法是不抹臉的 但是要有效的 在想到這個方法之前呢 我們還要暗示他 告訴他我們其實是知道的 現在在這裡監視他 來了… 我一下班就趕過來 就害怕迎熱高峰 怎麼樣? 好, 好像沒什麼客人在這裡 有效又怎麼樣? 客人多, 賺賺賣賣賣也沒什麼回報 不是, 做得越多, 貼得越多 做賣也不教人家拿著數 你最近的咖啡屋的成本很高 那我看看帳簿 帳簿就被人摸得多 摸摸摸摸摸摸 那些遜色的東西就全部進去了 所以一定要經常去抹 那倒是 那裡的髒東西有多髒 心知肚明, 對吧? 懂得做的話 就自己清乾淨, 是吧 有時候的東西 不是說我們不想清乾淨 只不過我們無從下手 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清乾淨 丁, 回來嗎? 來… 丁, 你做什麼?不舒服嗎? 上班很累嗎? 上班又不會累 對, 但我從朋友圈回來 我覺得有點奇怪 朋友圈有什麼事? 我今天總是覺得 姑丈公和姑婆說話古古怪怪的 又說朋友圈最近不賺錢 又說什麼地方經常都骯髒 越經常越密 他們平時不會這樣 你不覺得有點古怪嗎 看來她是故意說話給你聽的 怎麼… 我想是姑婆仔嫌你夫妻有空沒事 就顧著做自己的事 就沒空你朋友圈的事 而朋友圈的事就丟下給她夫妻來管 那她就…單單打打 其實我也明白 但我也會做, 我前一陣子還請她們吃飯 那會不會是你請人吃的那頓 不夠高級, 所以就不夠誠意呢 可能是 對呀, 之前我請她們吃飯 我還特地在網上訂了一個平價套餐 這樣也被發現?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傻女 你知道了, 你們的姑婆仔 她是不好的就不吃 不高級的就不用的 你請她吃便宜餐的食物 看你前面, 欠你後面 那…最多我再去約她們一次 請她們吃, 比較貴 菲眼, 你這次過來 又想請我們吃飯? 是呀, 我覺得打電話的邀請食業不夠 所以親自過來 看到成熟都在, 不如一起去吧 好呀… 好呀, 什麼好叔, 你真是叫你吃飯 好呀, 你大把錢要給別人請 是呀 所以你不知道, 我自己出錢去吃 跟別人出錢請我吃 兩把事, 你知道嗎? 何況非難請 當然要給你面子, 非難吧 是呀 今晚你想去哪一間, 就去哪一間 想吃甚麼, 隨便點 價錢也不用給我節省 好呀… 今晚熱, 吃粥 記得一定要到, 先吃吧 不用了 那你慢慢走吧, 今晚見… 你們倆捉甚麼? 你們有心請我們吃飯 你們倆面左左, 算甚麼? 叔叔, 你明白嗎? 這頓飯我們不能吃的 我們吃了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是代價 我告訴你, 如果吃了這頓飯 等於對他穿櫃桶這件事 我們就眼開眼閉 什麼…什麼穿櫃桶? 這頓飯怎麼可以吃呢? 吃了這頓飯就是我們原諒了他穿櫃桶底 那下次又來怎麼辦呢? 是呀 這倒是呀 這些壞事, 如果說得明的話 大家亂妝妝了 不過這樣的話,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不准再發生這些事情 不如這樣, 他會約三張嗎? 放心吧, 如果你們覺得無法出口 我來做壞人 你們四周多貼幾張 等你合結帳的時候 一抬頭就看到我們的二維碼了 成叔 你們貼這麼多張二維碼在這裡 和你的裝修風格很不合襯 合襯不合襯呢?還是其次 最重要是保障我們這家的收入安全 不要讓別人走單 成叔, 現在的客人的數字很高 你不要每次想到別人的心底 這麼壞才行 那倒不是, 人分很多檔次 有些人是見錢眼開的, 你知道嗎? 那邊來, 我要不要來 我的朋友過來光顧, 我去接一下 叔叔, 想不到你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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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堅持貼碼, 我支持你, 厲害 當然了 這個傢伙如果我們不貼碼 就用甚麼錢進去他的袋子 我不是有來做 有客人, 我不如過 你過了 請坐… 來…新的坐牆,來,來看看 喜歡的… 這些是我們的新出品 覺得口感怎麼樣? 很棒 很有特色,而且口味很適合我 價格不貴,我覺得很不錯 等等,我們有些事 我們要先走了,等等 不用結帳了 上次玉婷請我們吃飯了 這頓飯,算我的 看到嗎?拿你的帳帳在別人面前 假裝佛老 微信轉過去了,我們先走了 先走了 請你們不要這樣 先走了 好,再見… 再見 你們好,再見 先坐下,先坐下,好,再見 那是怎樣?那個女生說轉給她 她收了錢,她又不入帳? 你別說,讓她回來看她怎麼做 先坐下,我剛才截了公司電話 要我趕到公司處理這事 如果她敢走,我們就人妝被惡 捉著她 側側,不再側,讓你一走這個門口 馬上要你把錢全都扭出來 輝瑪,你剛剛不是收了錢嗎? 你…你不入帳嗎? 是呀,幸好你提醒我 現在要入帳 行了,入帳了,再見 再見… 幸好我醒悟 是有瘋了,你怎麼這麼傻 你這麼快就說出來幹甚麼 如果你不說,她就以為我們不知道 以後就以為我們傻傻 於是她把錢代替,就走人了 傻瓜… 是呀…人家都走了,還在這裡也無貴用 這樣可能的,人家真的不記得入帳 甚麼不記得?你別猜猜了 現在她人都走了,你也無法抓到她的證據 只好看下次可不可以當場捉到她的證據 她就沒聲音出了,對吧? 我覺得應該在這裡安裝一個攝像頭 不過就不要把人非眼睛知道 專門安裝一個攝像頭來,監視別人 這是公共消費地方 我們安裝一個攝像頭也合情合理,對吧? 我們監視她一陣子,如果到時攝像頭 看不到她有甚麼狡猾,就是她改了 我們才告訴她,裝了一個攝像頭 也告訴她,以後你不要再做這些壞事 如果是被她知道之前發現她有些狡猾 更不簡單 如果夠膽死在我們面前再行狡猾 如果她說的話,我真是忍無可忍無衰再忍 假假地,我也是她的姑婆,對吧? 我就幫蘇淼蝦教她的媳婦如何做人 搞定了,好了,今天的資料都進入了 那我下班了,我還要先去上班 好… 好,再見… 我告訴你,電腦的視頻資料 跟攝像頭同步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看 一聲聲放大來看 看看我到底有沒有出鼓 叫你叔叔… 其實公司鎖視木帶在哪裡? 真的嗎?沒有啊,會不會放在家裡 阿友文,如果是飛行穿櫃桶看的話 那個攝像頭也會看得到她的 不,你拿個監控場合 倒過來慢慢看,就這樣 你看看,究竟她是一張張這樣進入 還是進入不進入? 還有,你看看她經手的那張訂單 她是叫客人掃她手機結帳的 還是我們以為是買結帳的? 如果掃她手機結帳,那就全鬼總底了 放心,盯得緊緊,一有什麼問題 你們想捉我什麼呢? 我…不關他們的事… 是我的主意 飛鴨告訴你,是一條理由我出的 一天都是你,你檢討一下自己 否則你把兩千多元的單收成一百元 我們用這麼多東西出來? 我什麼時候把兩千元當一百元入帳? 賬簿、直頒表,你自己看 一清二楚吧 你們說這一天的帳單是我進入的? 拜託,你們認真地看 這個是去年的監表,根本不是今年 今年這一天也不是我當家 去年? 對了,真是去年的監表 即… 今年的監表 今年呢?今年那張呀 我…是不是這些呀? 小燕 原來那天是阿叔當家嗎? 我?給我聽… 我現在寄回來了 原來那晚你們一個一個都沒空 就叫我來頂班 當時是收到一些現金的 我又不懂得入帳 於是我就拿一本帳簿 隨便做個記憶而已 想著明天把現金交給友敏 那就沒事了 誰不知…誰不知我真的忘記了這件事 飛眼,真對不起,每天都是我不好 那你覺得有問題,應該馬上問我 不是,飛眼 有時不是說我們不想問清楚 只不過你知道,大家一場親戚 尤其是遇到金錢的問題 當然會有面左左 所以我們打算大視化小小視化模 就弄成這樣 再加上,你自己想想 你平時這個女生在我們心目中 是一個很省家的人 不會大手大腳地花錢 但突然無緣無故幾千元的護膚品 又無緣無故一千多元請我們吃餐飯 當然我們覺得有點緊張 第一,那個護膚品是試用裝 是我一個客人送給我的 第二,那頓飯是我在優惠應用程式訂購的 三塊錢就可以做得好 第三,我為何要請你們吃飯 是因為康天優華之前答應過你們 要請一千元的飯 我又不想浪費時間分這麼多次請 所以想一次完成 就說那頓值一千元 原來是我們… 擺烏龍? 還有一千元 ерш rub,我們去打牌 好嗎… 不是,我們吃東西 我們來吃吧 我們吃東西 好,我們吃東西 好,我們吃東西 有餐廁 是真的 好的,我們吃東西 也不會吃東西 好,我們的食物 這樣東西 我們吃東西 來 ihrem 我們吃東西 我們吃東西 吃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